最近除了疫情复发外,最惹人注意的又是地产有关的明日大鱼计划,因为这个发展规模约等同于过往沙田的发展计划,涉及资金可能多达6000亿元,规模之大,堪比是多见两个以上的新机场,用之所需,又是靠田海所得的三成住宅地的卖地所得,去支撑这个超级大计。 不过堂地产市场遇到某些起伏,整个计划将不知如何收科,这个大计,心愿自大,目的是解决香港基层的住屋需求,以三成土地的卖地收入,去支助七成用地轻建供应房屋,以地产养地产的方法,过往五十年都行之有效,因此政府又想重施顾忌,建造一个新的超级香港城。 政府为免财政上身,以卖地变双融资建屋,此无可厚非,但未来几年正经形势风云变幻,发展商是否仍如早年搬对后市充满信心,继续以高价投地。 这是未知之数,汉汉仍在发展中的启德基长舅子重建项目,前后已二三年,现时仍是地盘处处,明日大余的信念。 旧平身走,以高地价卖出私人住宅用地给发展商,然后由库中产承接,即基层住屋问题,由中产负责,政府则指作中间人。 唐地产市场一帆封信,这计划或可行得通,唐不幸地产市场出场较大幅调整,这计划就要由政府电资埋尾,今日政府的储备剩下约9000余亿。 加上疫情未完,未来在公共医疗方面开支仍然庞大,加上未来数年中产移民数字可能以十万计,因此大量田海造地建丝楼,或会变成求过于工,这种种潜在的风险,会为这个超级香港城埋下经济炸弹。